是真的不想要像我後面這樣準備這個藍綠幕的話 可不可以不要那麼麻煩 也可以 就是把自己裝可愛一點 但是這個裝可愛不是直接在螢幕上 而是你看一下 我們剛剛上的這個雲端念碟裡面 有沒有有一個圓圈圈的 也就是說我今天如果沒有藍綠幕去背 沒關係我就把自己變成一個圓圓的嘛 這樣也很OK啊 所以您可以把這個下載下來 把這個 把它下載下來 我們來看一下 好把它存起來 好像這樣子那我把 這一邊 我的這個我先把濾鏡 這裡我先恢復成原本的 有沒有 我已經打回原形了 好現在呢你找到剛剛那一張 就是我們剛剛下載的這個圓圓的 你不用丟到OBS裡面來 不用丟到OBS裡面來 你只要把它下載下來知道放在哪裡就好 大家要下載好之後 你只要針對你剛剛的視訊 比如說我拿同學的也可以 我在這邊 我在這邊 把同學的 同學的這裡 丟丟丟丟丟進來 好他們兩個在這裡對不對 那麼你就在上面 一樣的 找到濾鏡 找到濾鏡之後 我們剛剛用的是不是倒數第四個 這一次 從上面算下來第四個 你知道嗎 我現在都不太喜歡用 講他到底是什麼 都只能用數字算 因為大家對數字比較有概念 上面算下來第四個 有沒有叫做 影像遮罩混合 就是他 也就是我們剛剛那個圓圓的 我要把它拿來當遮罩 遮住 同學的 好 那你進來的 這裡 他有一個選項 他問你說 你要什麼類型的 先不管他 我們先找這個檔案 從這裡去選 好選擇你剛剛那個圓形的 圖片 看你放在哪邊 我剛剛是把它放在我的桌面上 好找到桌面上這個圓形遮罩 打開 OK 好 但是他不見了對不對 他不見了 沒有關係 因為他的類型幫我們判斷錯誤 因為我那一張圖片其實本身已經去備好了 所以我不需要用顏色 我是真的有去備的背景 就是你要選成 類型選第2個 好類型選第2個 有沒有回來了 所以 這邊選好了 OK 那我們看一下 有沒有這邊就遠遠的 那就看他們 演到哪裡啊 就像這樣子 所以其實這樣的效果也很不錯 你看我點到我這一個 好點到這一張 我來再試一次 一樣的 點到我的視訊擷取裝置 那我按濾鏡 色度鍵我已經關掉了 按個加號 上面算下來第4個 確定 好 找到 我們剛剛那一張圖檔 換成 阿法通道 有沒有這樣就遠遠的 這樣也OK啊 對不對 對如果說你不區別 因為遠遠的有個好處就是 我遮住的地方其實還蠻多的 所以就算你的背景 比較亂一點 可能曝露出去的資訊也相對比較少 那你就不用 去擔心說我要不要有這個藍綠幕 因為其實藍綠幕 老實說我這個是去布裝買的 布裝買比較便宜 你如果是網路上買的大概差不多大概2000塊左右吧 2000塊上下 可是呢 就是 要不要花那筆錢就看你 那OBS本身就是 有提供這樣的功能 你有藍綠幕的即時去備 也有這種 遮罩的資源 你說要可愛一點你可以做Mickey的 呵呵呵呵 對不對 你就看你啊 看你要怎麼去做 那個形狀都可以 OK 所以這個是我再稍微補充一下 你可以像這樣去做處理 那 我們OBS場景 就是比較基本的場景就像這樣設置好 好